是我 如果有多張船票 你會不會跟我一起走 我然後會不會互相 在哪個帝國 我會不會互相 只是網路 C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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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现在是在河南跟 那啥 河南跟三西的交界处 这里是已经属于三西了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前面有一辆车 有两辆三轮车在停着 上面拉着很大的一个罐子 以为是什么我们就停下来了 他们其实现在是农民的劳作时间 天气也比较凉嘛 大家都在劳作 种植 对很干 那些都是水罐来的 这么大的一辆车都是水罐 在我们南方好像没有这种 南方有小河 这边的话我们跑这么久 都一条河都没有见到 导航上显示是右边有一条河 但是左边 左边是一条河 但是左边的话是大山 我们也没有看到河 这些应该是玉米 应该是玉米 等一下去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劳作的 因为这边确实太干旱了 就是这些 三轮车后面拉的是超大号的水箱 通过水管 然后直接灌溉到田里面 这应该是柴油发动机 挺大的 所以非常有力 走了杨远 应该有 大概一两立方吧 一两立方的水 用来灌溉生产粮食 其实就在我们之前 以前好像初中还是高中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南水北调工程 现在自己亲身来北方这边感受一下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边劳作基本上是离不开水 但是这边的水资源的话真的是非常匮乏 我们走了大概有两三百公里了 连一条小河都没有见到 当地的农民的话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把水拉来这边生产灌溉 真的挺辛苦的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祝我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